1998年,吴彦祖被扬发导演选中,接拍了个人首部电影《美少年之恋》,他和冯德伦的一次合,电影《雀女幽魂》中的张国荣宁采传。 林峰一主持人间记者出道,他不希望别人只看他富二代的光环,白骨时期,1994到1997年的古天乐泰湾蓝月代言人,烧霞,真杰富纪平野,无见道理的小跟班谢霆锋张未见,小鱼二与花无缺真正的帅了一辈子的男人,林明吴老大,钟汉梁招致林赌神,小马哥,许文强,帅哥有两种,一种是金城武。 一种是金城武之外,的所有帅哥最帅的段宇,最帅的哪吒,最帅的鸡公,林胡冲还是吕宋贤吴启华将话那个贝歌神单无影帝张学友,吴氏是他老公陈珈乐,是浅龙,郭靖,乔峰,国内的潮流教父,华仔杨潮为在中国,没有看过周行星同学电影的,怕别招恐龙还难,郭富城。